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阳关的身影好像蒸发了一样 从我眼前消失了 我正在全力猛充 想要借着一股气势放倒它 但是目标一消失 满身力气顿时用不上 一下停在原地左右看了一眼 一串晦瑞又古老的念咒 不知从什么地方飘飘糊糊地出现在耳机 那阵阴咒声让我感觉心里一阵说不出的烦躁 一时半会儿也分辨不出声音的来源 四面八方滚滚涌动 好像每个角落中都是源头 我觉得自己有些低过着老阳关了 这个念头还没转完 头顶砰的一声一段乌黑的火焰 乌光灼热逼人 头顶头发都被撩着了 我躲避火光之后 不由自主抬头看了一眼 心里通的一动 夜色下的半空中 好像悬着一具乌黑乌黑的尸体正在燃烧 尸体身上的油被烧得滋滋作响 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着 一边烧一边晃晃悠悠的 就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悬空掉起 阴魂不散般地跟着我的脚步 滚 我低喝了一声 头顶红光猛然一声 悬空的尸体 微微缩缩顿了一下 不敢再过来 我又跟着喝了一声 提高了音量 声音红亮如雷 火石呼地被震落下来 坠落在地上 摔得四分五裂 火石爆裂开的火焰 见得惺惺点点 几颗火星溅出去的时候 隐约一个淡得像烟一样的影子 一道影子飞快地移动 但是已经被我捕捉到了 紧紧跟随影子留下的若有若无的痕迹 风驰电掣一般 抽身闪身过去 出来 我动手的同时 已经抽出身上打鬼鞭 许久都没用到这鞭子 在此刻 它比一把锋利的长刀都要管用 我只能分辨出那模糊的影子 一闪而过 却无法锁定具体的位置 不过打鬼鞭一出手 在反手往回拉的时候 明显感觉这鞭烧缠住什么东西了 我扯了一下 对方用力跟我反抗着 这是一个机会 我抓住鞭子就不松手 全力往外拖着 来回拉锯使得僵实了几下 我全力一抖 顿时鞭子拖着老阳关的身影 从黑暗中划了出来 砰的甩到地上 我身心一动 顺着鞭子的滑动轨迹窜过去 一把揪住老阳关 用力砸了一拳 老阳关年纪大 反应速度却非常快 脸庞一转 这一拳 没能结结实实砸在脸上 擦着脸侧呼啸而过了 不过就这么一下子 把他半张脸给打中了 情急之下我触手很重 老阳关的鼻血 哗的一下流了下来 我得势不饶人 也要继续蒙打 但是就这老阳关的衣领 那只手突然一松 老阳关用薄皮 凹泥球一样滑了出来 滴溜溜地滚到一旁 他的衣服被扯掉了 赤着上身 精瘦的身躯上 满满都是刺青 胸膛上有一个鬼头样的乌黑刺青 看上去 猙獰凶恶 我不怕明面上的敌人 只要面对面地争斗 凭自己现有的本事 就算斗不过 也能安然逃掉 老阳关一现身之后 我就不给他任何机会了 抽身想继续追过去 但是 老阳关流着鼻血 抬手撒出一片密密麻麻的东西 我不知是什么 迫不得已之下躲了躲 一片密密麻麻的东西 噼里啪啦落在地上 好像被血浸泡过的青磕 青磕落地之后 一磕一磕地地上乱转 老阳关伸手抓起两块 干硬的面饼 在进嘴里 胡乱嚼了一通 面饼 口水 鼻血 乱七八糟地混成一团 我被地上来回跳动的 代谢青磕扰乱了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追击 就这么一迟一间 老阳关从嘴里 把面饼干给抠了出来 来回揉动几下之后 用力抛了出去 我总觉得 老阳关的动作会有什么后果 脚步一动 硬着头皮向先发指人 但是 一片在脚下转动的青磕 轰隆轰隆地 炸出一团团带烟气的光 身前身后 顿时飘忽起 一条条半透明的血红色的影子 这些影子扭曲着在我身边晃动 很让人心惊 我朝前一晃 身上气息 把血红的影子逼了出去 但是不等再迈进一步 突然感觉 身后探出一只手 无声无息地 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勉强转过头 立即看到一张惊悚的脸 那张脸 绝对不是人脸 足足有一尺长 嘴巴像被刀子切出来的 嘴里只有四颗牙齿 我想要从对方的筋骨中挣脱出来 然而双手一挥 轻飘飘地 就像没触到任何东西 可脖子还是被掐得很紧 那一瞬间 我想起一路上跟老藏闲聊时的情景 就意识到自己遇到什么了 青海跟藏地接壤 同属青藏高原 高原的历史悠久 因为地域偏僻 很少跟当地教为先进的周边文明接触 所以古老的宗教信仰 是当地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藏传佛教 正为高原主流宗教之前 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 原始本土或外来宗教 原始萨满教 曾经在高原上拥有相当的信徒和地位 原始萨满巫师一直认为 万物都有灵 巫师能从万物中召唤出守护神 其实这个东西跟内地的神婆请神 是同样道理 内地的请神 包括笔仙 伏基 还有旁门过去的鬼丁搬遣等等 请来的全部都是脏东西 原始萨满教 所理解的万物中的守护神 图语音译过来 是卡玛纳 萨满教的巫师认为 这是万物的守护神 但别的地方都觉得 那是万物中的魔 藏传佛教成为高原的中导宗教之后 其余宗教全部受到 或大或小排挤或影响 原始萨满教的地位 和信徒骤减 到现在为止 已经很少很少了 但那种古老又神秘的宗教 总会流传下来一些 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东西 老藏说 他亲眼见过一个自称是 原始萨满祭祀的藏地老人 那人可以从一棵大树上 召唤出附在树上的魔头 能够轻松地 把一块石头给打得粉碎 我还不能完全确定 老阳官用的是什么秘法 但是综合分析 这和原始萨满教的召唤魔头 很相似 我就感觉 这脖子上那双手无形无枝 却很难挣脱 被那长脸怪物缠住的时候 老阳官也完全腾出手来 擦擦脸上鼻血 从身后一个黑乎乎的袋子里 逃出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 让我看得心惊胆战 心中猛然以急 力量爆发 头顶和尖头三把阳火生腾起来 九顶血泊 好像发出一阵金属碰撞的坑枪之声 不管是脏东西 还是原始萨满教召唤出的魔头 都畏惧致阳的气息 身上阳火一剩 脖子上紧紧夹着的手 就像被点燃了一样 长脸怪物 失魂落魄地朝后猛退几步 一脸的畏惧和惊恐 我就点着这三把租一把 鹦鹉点燃的阳火 猛然上前 眼前飘忽的红影子 一条一条地被逼退 老阳官手里乱七八糟东西 还没甩出来呢 已经冲到跟前 一把按住他的脖子 一拳倒在他的小腹上 老阳官当时就尾了 身体痛苦地缩成一团 鼻涕眼泪哗啦哗啦流了一脸 我不敢松懈 戳下腰带 把他结结实实绑了起来 然后掉在屋子外头 一根木桩上 老阳官一被绑住之后 一切一动 就随之消失了 这人肯定是从原始 萨满教学的一些东西 不过功夫不到家 你是什么人 我看着老阳官 还是无法松懈 这个老家伙 一身诡异地刺青 很让人不放心 老阳官闭着嘴 不说话 我跟恶人打交道 不止一两次了 有些人嚣张跋扈 又死牙臭嘴 看上去很硬气 但是只要给点苦头吃 骨头马上就软了 我慢慢掏出刀子 在老阳官面前晃了晃 刀锋贴着他的脖子 一直滑到胸膛 老阳官打了个冷战 还想嘴硬 我一用力 刀尖扑地刺进胸口 划出一道浅且长的口子 我拿着沾染穴的刀子 盯着 老阳官的眼睛 说 我只问一次 你可以不说 但是 你肯定能看着自己的肠子 在脖子上绕上一圈 跟我想的一样 老阳官的胆子并不是很大 尤其身上被开了一刀 气息都流逝了 我这话一出口 他就挣扎着开始央求 我让他把事情好好说一遍 老阳官说他是汉人 但是在藏地生活了十几年 藏地一个老头教他一些东西 大概十多年前 才从藏地回到青海 我继续追问他 你说 要把金儿湖里面的东西逼出来 那湖里 是什么 金儿湖 老阳官顿了顿 咽了一口唾沫 说 我都跟你说过了的 那湖里 有条龙 不要扯了 你自己也说的 那是道听图书的传闻 不是不是 真的有一条龙 金儿湖里 这只真的有龙啊 老阳官怕我不信 心急火燎的 解释道 我 我亲眼见过他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请关注新浪微博